减能减碳是主旋律 对吧 那在汽车这行业里 是不是电动车就是主旋律 其实不是 电动车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人们对这个电动车的可靠性 它的续航里程 它的基础设施的支持等等等等 包括的价格都是有疑虑的 谁会是主旋律 混合动力 它不是环保车 它不是新能源车 你得不到什么优惠 还得多花点钱去买它 那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这混合动力 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有两点 第一点是降低了油耗 明显降低了油耗 第二点是改善了你使用车的体验 所以你为混合动力而多花的钱 是买了两个好处 这样加起来 你才会觉得 这混合动力增加的支出的成本 是值得的 其实我觉得 省油都是在其次 主要是体验会变好 今天拿一个新的混合动力的产品 来验证一下这事 就是日产的e-power 就是日产的e-power 欢迎收看夏东平车 日产的e-power 日系三大品牌 丰田本田日产 他们仨出的混合动力车的解决方案 都不一样 有着明显的差异 大家都知道日产推出零风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厂家 能够大批量生产纯电动的车呢 日产是当了好多年 世界第一大电动车制造商 那他这整个这个电力系统啊 其实他一直在用这样的一个名字 就是e-power 但是这个e-power呢 就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 就是以电来驱动的 或者说电动力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他到混合动力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不是还有燃油的动力吗 怎么能叫e-power呢 这乾坤就在这 它真的是纯电动力 它这个内燃机还存在 但是内燃机只用于发电 你是不是听出一些相似之处了 对了 就是理想万那种增程式的电动车 就用的是这样的解决方案 但是在e-power这款车型上 又不一样 它没有理想万那种 插电来充电的大电池 它并不具备一个 相对较长距离的纯电续航 它还是一个混合动力 也就是说 它随时随地的需要这个内燃机发电 供这个电动机来驱动这台车 这是它的特点 那这辆车它在轩逸的基础上 有什么变化 整个的厂徽这个logo啊 做了完全新一代的更新的设计 那e-power呢 是咱们国内这款车型上就是首次它用了这个logo 再有一个就是一个新式的中网 然后呢 你还可以看到它车身上贴着e-power这个 复品牌的这个字样 还有就是黑色车顶红色车身 你看看这个 这配色好像是在强调运动性 这有什么运动感吗 还真有点运动感 之前呢 我同事试驾过这车 他就讲过 说这是一个需要去加油站加油的纯电动车 它不用充电 它需要加油 可是呢 它又是个纯电动 这就是e-power的特色 那这种特色就值得去研究文位一下 Nissan e-power 两个电机 这俩电机 一个是发电用的电机 一个是驱动用的电机 它们之间连接是啥概念呢 就是这个内燃机在运转 它的这个运转呢 就会带动发电机转动来发电 发出来的电 一方面呢 冲往电池 一方面呢 就是向驱动用的那个电机供电 内燃机只发电 那如果内燃机它只是发电 那么它实际上就和这个车身的其他部位 特别是驱动的相关的部位 完全脱开了 而它和车身之间的连接就只剩下 把它固定在这车身上的那几个旋置了 对于那几个旋置 它的减震的作用 它吸收震动的能力 对于工程师来说 就更容易调节和设计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当它发电的时候 它只发电 永远都可以处在一个最高效的运转区间来发电 我能够让它一个很高效的方式来运转 同时我还能让它的振动和噪音最小化 城市里的慢速行驶的情况下 是一电动车的效率非常高 就是它的油耗就只有3.9升了 所有的混合动力车它都有还是有个电池的 这个电池肯定比燃油车那电池大多了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车门 当你把这个电动座椅往后移 你就会发现这鼓起来了 正好在这前座底下 安放它这个E-Power的主要的那块电池 这样一个设计呢 就是对空间的影响是最小的 它对车身的后半部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 这种结构的设计呢 又让它重心低 增加这个电池包呢 还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车的刚性 重心低刚性好 重量安排的位置又很合理 平衡感很好 是不是操控的感觉就很好 对吧 但是这些东西它都是体验 那至于说其他的部分呢 比方说什么12.3英寸的屏幕啊等等 这些装置啊 我们把链接放在下边 咱可以去回顾一下上期我同事啊 试驾的那个视频 凡是带混合动力的车型 我试驾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很深的体验 就是你开混合动力版的车 一定会比开普通燃油版的车那感觉好 因为电动它所带来的优势就是一个响应特别快 它直接然后非常非常平顺 另外一就是无比之安静 几乎没什么生意 还有一点 电它给你带来的动力体验比传染油版的要好 那你还开这辆E-Power 你还觉得真好 在驾驶的过程当中 跟驾驶电动车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你一直都是在电动驱动的 可是同时你又能听见内燃机的转 因为它在那发电 那因为只管发电 跟驱动系统不连着 不会把它的震动啊 通过方向盘上踏板上 这些机构呢 传递给驾驶者 所以你就更容易的 去把内燃机的震动给它隔离 屏蔽掉 开起来就非常的平顺 今天没有风 大概只有一二级的风 在高速路上 我定速一百公里巡航 我听不见风噪声开这车 特别安静 你听见的是 这个侧面有一点轮胎的声音 但是轮胎行驶的声音 它不是哗哗的声音 它是很细微的啥的声音 胎噪它也比较小 但是到了那种 胎噪特别大的路段上 你听见的是一种 相对来说比较低频的声音 比较厚式的声音 而且声音也不是那种特别的大 舒适感还是真的挺好的 当然我觉得它底盘的这个隔音降噪 跟它这个车的布局 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这辆车在山路上操控能力 它非常整 整个车身运动的时候 一致性非常好 这款车还有一特点 就是它有驾驶模式的选择 你能选运动模式 标准模式 经济模式 我们在山路上 选择运动模式的时候 你会发现动力输出的敏感度也提高了 用不同的驾驶模式来设置电机的能量回收的强度 然后它还用不同的模式来设置电机 对于你加速踏板的响应度 我在这山路上开就 在运动模式下 基本上是个单踏板模式 整个这个山路跑下来 不用刹车 非常棒 然后在城市里开的时候 放到经济模式 足够实的 说白了就是 经济模式就是 你要那个动力的时候 你加速踏板踩的深一点就行了 而且它还特别线性 它只是不同模式下 线性的程度不一样 一种是比较紧的线性程度 电机这能力挺强的 300牛顿米 那你想一个1.5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做到300牛顿米 非常非常难 所以它0百加速就挺快的 这车9秒多钟 在大部分情况下 让你感觉是你在开一个 差不多7秒多8秒的燃油车的感觉 因为它响应太直接了 0到50的加速特别快 那我试驾这款车呢 它是顶配的 有一点就是它装备是最全的嘛 所以它把日产系的那个智能价值辅助 那套东西全装齐了 然后我就试用了一下 我觉得还真不愧是咱中国市场上玩智能价值辅助的先驱 因为在中国市场上最早第一个推出这个智能巡航的品牌 就是日产旗下的英飞尼迪 你别看它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e-power的这样 一普通的家庭轿车吧 当你把这个ACCE启动 你会发现它这个车道居中保持的效果真非常好 而且调节的前置提前辆打准了以后 遇到这个弯道的时候 沿着车道中心线行驶 调节方向盘的时候 特别稳 一下到位 而且很渐进 然后在高速公路巡航的时候 这辆车我体验过的是最稳的 不亚于那顶级的豪华车 像奔驰宝马那样的豪华车 水平确实很高 我觉得日系车里应该是占第一 这体验结束了 其实它比我试驾它之前预料到的还更好 风噪非常小 胎噪也很小 那另外一个就是带来的这种操控的感觉 确实是相当富于驾驶乐趣的 以前咱们一说混合动力 咱就想省油 你就有两个获得 一个获得是省油 还一个获得就是体验 你有那么安静 舒适的乘坐质感 你有那么好的日常使用 那么灵敏的动力的响应 那么平顺的加速的感觉 偶尔咱们出去旅游上个山路的时候 你有那么好的操控的驾驭的体验 希望用这个车来跑一下运营 来增加一下自己收入的人来说 像这种e power车有没有什么价值呢 你看现在跑运营的很多人都开纯电动的车 但是纯电动车它得充电 充电花的时间太长了 而这个车呢 你在驾驶体验的时候 或者乘坐体验的时候 它给你带来的完全是纯电动的体验 可是呢 它不需要额外增加充电的基础设施 它还是只要去加油站 用加油枪就行了 而且因为它的续航太长了 它能跑上千公里 所以你去加油站的次数还少了 你想这效率是不是也升高了 划算吧 好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踢车帮 只为爱车的你